朋友们这边的话是广东东远县的一个农村 那里面是一个称章 看一下广东的称章是怎么样的 进去看一下 广东东远县是属于那个核原市地区的 它底下的这个水道的话是属于网道嘛 我们那边的话叫中道 我进称章看一下 他们这个称子里面你看围墙上写满的标语啊 很多标语啊 这个是以前的老房子嘛 创建基层 董佐镇 不动其真非 这个是老房子 然后这边的话是砖房 这老房子前面的话就一颗儀堂嘛 哇很滑的地板 这是他们本地人的池桶 原来是他们村中的池桶 池桶里面供着清朝的辅巷 大清辅巷 这个字有点模糊了 这边的老房子还是比较多的 保存的比较完好 我发现称桶的老房子保存的比较完好 老房子的话是一个时代的记忆 还有必要保留下来的 这些老房子的话成为一道风景线 这一栋老房子的话还有人做的 你看外面都挂着衣服 已经改变了 却道人写着 鹰共 应该反过来读的共严 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义扶撑 这边也是客家人 大家看一下 那个琼琼中写的客家文化 说明这边的话也是客家人 胡言地区的话 应该都是属于客家人吧 跟我一样 我也是客家人 客家人都是比较勤劳的 这里面咬了很多鸡 这个老房子好大 非常的大 你看这个生后这个败回来 这个老房子非常的大 这个就是古代传统的 客家物鸡 客家人的房子 好像是应该叫做围龙物 围龙 你看 他这些老房子的前面的话 他他都有一颗鱼堂 你看一下 都有一颗鱼堂 那个传统的客家鸡 客家人的房子 他这个是鱼堂 被称之为围龙物 很宏威啊 看上去 去参观一下 他们这边的人 对这个老建筑 是保存的非常好的 你看一下 这手面的话 也有那个毛时代的标语 你看一下 毛泽东思想是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 大家看一下 那个是毛时代的标语吗 但是这个标语的话 它也是简体制 简体制好像是从那个 毛时代开始改的吧 好像是吧 我也不打清楚 客家为龙啊 这一边的话 就写着那个 这几个字的话 我还是来看得错的 虽然是曾经妥调的 要把五场街机 给命 无产阶级 写着是要把 无产阶级 文化大革命 进行到底 你看一下 是吧 对对 是那几个字吧 客家人的冯子 以前的冯子 都是建的 那个非常的漂亮 你看一下 是吧 嗯 客家人在 在以前的话 在古代的话 就是都是比较注重 客家文化嘛 无论是那个 人一人之间啊 还是那个 建筑也好 文化也好啊 都非常注重一种氛围 你看一下 它这个房子 你看一下 很大的 它很大的 就是 住着整个家族的人 整个家族的人 都在里面住 现在的瓦 它可能是拿来做瓷筒 你看它这个房子的瓦 是 两边一间一间的 你看一下 这样子一间一间 然后中间的瓦 是一个天井 是吧 找到层面看一下 层面这边可以过去 你看层面是这样子的吧 它一间一间的 就是整个家族都住在这边的 范围一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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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边的话也是 那里面穿过去的话 又是一趴一趴的 这边的这边的这边的这边也是 你看一下 客家围农物 是吧 这些房子的 就是它从结构上来讲的 都是差不多 就是前面都有一颗鱼糖 你看一下 因为他们建这个房子的瓦 是要讲风水的嘛 是吧 这是一个鱼糖 鱼糖前面就是一个瓶 然后就是 鱼龙卧 这房子上面也算写有标语啊 比我一间有点看不清准了 比我一间有点看不清准了 这个房子的地方 这把这个房子提到了 都是准备的 还要死人 比我一天 要死你了 很多房子的地方